有一组数据想在页面上显示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下WX4 先在页面上去添加一组数据 数据的名字可以是Fruits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一组水果 先添加一个小苹果 再添加一个香蕉 再添加一个柠檬 在页面的试图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再用一个View组件 上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WX4 然后再把想要循环显示的那个数组 去交给这个WX4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添加的Fruits 给它绑定一个Fruits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可以使用Item来表示 在这组View的里面 我们再绑定一个Item 这个Item是这个数组项目的 一个默认的名字 在这个View的上面 我们再添加一个Class 给它添加一个类 名字是Item 保存 你会看到 页面上会显示一组水果 我们再到开发者工具的 WXML这个面板上去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水果的包装上面 都会带一个Item类 再回到试图文件 这里绑定的Item 是这个列表项目的一个默认的名字 列表项目里面的 所有的值叫Index 我们也可以在列表里面去用一下它 在绑定输出一个Index 后面加上一个冒号 现在页面上会输出 列表里面的缩影值 还有对应的列表项目 有时候你可能希望自己去指定 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用一个 WX冒号 ForItem 它的值就是这个项目的名字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Fruit 你也可以去用WX forIndex 去修改默认的 那个项目的索引的名字 在显示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再用一下 自己指定的这个名字 这里就是Fruit 现在Email上 仍然会显示这组水果列表